好 剛才我們問到第一個問題 其實最重要的重點是什麼 剛才永平市長 前副市長也講了 就是如果未來 我們真的要以篩代格的話 那現在林士碧 前台大醫生也說了 問題就是 我們沒這麼多快篩 如果真的要以篩代格的話 應該要由政府來提供 這也是王仁賢理事長 之前一直說的 那在接下來 我們再帶您來觀察 幾個案例跟幾個社會現象 我們再請我們的前副市長 永平姐 再來幫我們做分析 我們看到了在基隆 是兩歲的小朋友染疫 然後他一直轉院 然後送來送去 最後還是來不及 讓有小朋友的爸媽 其實會很擔心 如果是小朋友確診 真的有狀況 送醫到底來不來得及 藝人瑪莉歐在臉書 他就寫下 今晚是我最難熬的一碗 普蜜加油 普蜜是他的小孩 他說爸爸知道你最棒 一定可以撐過去 開始很多人粉絲都擔心 他的女兒普蜜的狀況 到底怎麼樣呢 當然我們也先 為普蜜送上祝福 那瑪莉歐也回應了 他說謝謝所有叔叔阿姨 大家的加油 他目前OK 已經回家觀察當中 我們可以感受得出 在疫情的情況之下 其實爸媽那顆心 是掉在那邊的 再來我們來看這個案例 雲林有一家 江姓媽媽 他們一家七口陸續的都確診 大家的症狀不太一樣 江姓女子這媽媽 她自己是一直在發燒 那三個月大的女兒 她就收治在富亞格黎病房 那三天之後 沒有完全康復 但被告知可能已經轉清症 要她回家休息 但是現在這個媽媽 對中央頒布的防疫政策 覺得不能理解 因為她的女兒 是高燒40度 貪軟的情況之下 被要求要回家 那家裡頭唯一會開車的 只有確診的她 跟她的先生 這江姓女子 就打電話給醫院 衛生所來求助 那到底她們這樣子 能不能出去開車 因為畢竟她也是確診者 最後得知 允許她就是確診的爸媽 自己開車 再女兒去看醫生 但問題是 這三個月的小朋友 她根本不能等 文中她發文的時候 也提到說 她其實有打電話 問這個衛生所 為什麼7加7防疫期滿 可以外出 而且自動解隔 就不用再篩了 那到底 你是不是陽性 也不知道了 這一連串的問題 最後對方回應她說 江小姐請你不要鑽 牛角尖 就讓她比較難釋懷 因為想說 要遵照中央的SOP 但SOP到底是什麼呢 甚至有一些情緒性的字眼 都出來了 另外其實今天 先前的開記者會的時候 中央都一直告訴我們 夠 夠 夠 每次說快篩就說快篩夠 說到病床就說病床夠 說到PCR量能就說都夠 結果實際面 我們看到很多新聞 就是不夠 你說的夠到底在哪裡 北部兒童專責病床 指揮中心一直說 沒有滿 沒有滿 尤其是兒童的專責ICU 還有六間 指揮中心就覺得 這應該是調度程序出現問題 但是台北市的醫師公會 稍早有發聲明了 他說現在北區的醫療資源 是接近滿載 那問題出在哪裡呢 很重要嘛 病床是有 但你不是人 躺到床上就可以了 問題出在人力 那要是林士豐就說了 那陳時中每一次 向全國民眾報告說 空床率有50% 但現實就發生不夠的狀況 大家不覺得相當的諷刺嗎 我們再一次的來視訊 前台北市副市長尤明姐 的確 現在大家會發現 尤其是有小朋友的家長 很擔心 每一次記者會為福部都跟我們說 病床夠 醫療量能夠 大家放心 結果實際上我們看到很多新聞 真的那顆心是放不了的 是 我覺得現在已經不是 去糊弄大家說 你放心 你放心的時候 現在的時候的問題是 如果小朋友沒有發病 如果事情沒有出現 其實大家有什麼好不放心的 現在實情的問題是 當你一旦發病確診了 你真的找不到資源 你的小朋友找不到病房可以住的時候 現實血淋淋的現實攤在眼前 你讓父母就看著孩子等死 這是多麼殘忍的一件事呢 所以我認為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呢 現在一定要拋棄他們高高在上 而且事不關己的這種令人覺得非常冷血的一種態度 他一定要很謙卑的去理解說 基層到底出什麼問題 我認為現在是中央已經沒有辦法理解 實際基層的困難 而基層呢 因為每天每分鐘每時刻都在救助很多 急切要救助的人呢 他們來不及更正很多的數字統計資料 甚至來不及做很多的這個所謂paperwork 那導致呢中央得到的訊息都是慢半拍 所以他在開這個記者會的時候 他跟你說啊我們還有空床 可是事實上可能就在開記者會 講說我們有空床的那一刻呢 空床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所有問題是 我們必須要把能夠口口服藥的族群 就是年長者 還有跟零到五歲這群弱勢中的弱勢 他們既不能打疫苗 又不能夠對症投口服藥的這些小baby呢 一定要做成特殊的處理 甚至現在很多的專責病房呢 應該完全開幼童的綠色通道 然後甚至呢要趕快啟用 不管大家這個不喜歡 不管是用類似方艙醫院的概念 還是防疫旅館升級的概念呢 趕快做專職收證 收治幼童的專責的這個地點 那這樣子的問題呢 才能夠進一步得到解決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很關鍵性的時刻 因為他已經要開放呢 完全不要居家隔離 以篩帶隔的情況了 我們的疫情呢 才要真正衝到最高峰 我真的拜託拜託再講一次 配套一定要完足 小朋友的問題一定要正式 不要讓家長看著孩子亡死 這是最難過的一件事 好 非常謝謝我們的林永平前副市長 今天提到了非常多的重點就是呢 您有新的政策可以我們也接受 但是配套作師指揮中心真的做好了嗎 未來如果說以篩代隔的話 快篩世紀政府準備好了嗎 有辦法免費給人民嗎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謝謝 睡不好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這真的是 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